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这一局呢是一个低分局的素材 我玩的是人马,对阵的是螳螂 在我们刷牙的过程中看到对面螳螂在这里露脸了 我们家的卡尔玛已经是把他的红给抢了嘛 对吧,所以他这边是三郎加蓝buff 那我们现在知道他在上半区了 因为我们上单是VN上单 VN上单加上这个兵线,看到没有,位置 所以我们这里倒是过来直接反蹲 小惨都不好使,小老弟 双和蟹到手,双和蟹到手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已经起飞了 他们打野在不知道我位置的情况下 强行抓我们的飞人,结果被我给反蹲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急跑下来抓人 不一定能抓到的 可能说打出对面一个召唤之技能 或者说打一波架 然后结果拿个主攻还是什么的 这种不划算的 抓就完事了 12个刀 他刚才就是12个刀,现在还是12个刀 反正也怪了 吃完F6后帮妖姬处理兵线 接着快速继续发育 6分钟6级,直接起飞 这个不要抓 这个千万不要抓 青钢眼有异技能 VN没有稳定控制 而且青钢眼还有闪现 所以如果硬抓上路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我暴露位置但是没有拿到收益 只要你认为成功率不是很高 不要露脸 千万不要露脸 人把第一波大招不着急抓人的 我们现在是优势 只要等 对面就会给我们节奏 不用急的 现在我们有优势了 把注意力放到8分钟的先锋上面就OK了 找机会打架 有机跑有大招 现在就找机会打架就完事了 对面不来送节奏了吗 这就来送节奏了呀 草浪这波其实有可能也会下来 因为他红buff刷新 别急 草浪去下路了 看他上不上头 好 不给我人头 不给我人头 我就吃炮射 草浪抓下路 他如果来中路就好了 来中路这波也能杀他的 对面这波好像来人了 有可能来人了 看能不能 没有打红buff 我这里靠一下 好逮到 开一 惩戒一下 这个惩戒是为了刷我们的灵光披风 哎 真的费劲 红buff不要打了 因为他现在下路在往我们这边靠了 喝一瓶药 过他一个F6就走 这个时候应打红buff 其实很有可能会死的 不要开一技能 看着他中单 中单一来我们就立马开一走 不要贪 家里全世界怪是不能死亡的 开一 Q A 拿不到人头了 刷完野区后随便杠可 现在装备等级都很豪华 很容易就可以起到节奏 下路打起来 堂浪没有露脸 可能在上半区 来反对一下 很大概率会在上半区 那我八级 刷完六级肯定是随便打的呀 这不用讲的 随便打的 他有可能在偷清风 其实 但是我现在蓝量不足 蓝量不是很高 遇到了 有蓝buff了 结束了 他上波看到我在下面 所以在他的视角里面 他知道他的红buff可能没了 哪怕他的红buff在 他上半区有三组野怪 他下半区就有一组红buff 所以他很大概率会来上面 这就是我们这波反对的依据 所以我说打击分局 其实你只要稳住发育 对面会给你送人 他会给你送节奏 就这个意思 你不用刻意的带任何机会 带任何节奏 不用 等就完射了 本身我们现在等级也压制了 遇到肯定就是乱杀的 回家更新装备 去我们下半区 现在十分钟啊 十四分钟 随便拆一路 随便拆一路 就OK了 随便拆一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想要深入的学习更多套路或者详细的思路打法 推定大家加入教学视频群 群里有五个位置的完整版教学视频 并且都是附带思路讲解 复盘解析等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咨询导师 不论是版本答案 思路打法 符文出装等等等等 导师不仅仅会为学员解答 还会给学员推荐适合的教学视频 帮助学员对症下药 快速提高游戏水平 当然 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教学视频 导师也会帮你打粗残 帮助你学习 不管什么分段 什么英雄 都可以 感应选的同学可以直接加这个QQ群 撕掉我们的客服就OK 我们的教学终止很简单 无效退款并且免费补课